好 这场反合大游戏 艺文界人士也从台北顶好商圈出发 像是导演柯一正叶天伦 他们通通到场响应 他们说风雨再大 都没有办法阻挡他们反合的坚定立场 还有一人鸡排妹也带着反合旗走上开刀 天冷下雨 鸡排妹全身包紧紧 虽然一改性感形象 粉丝还是抢合照 鸡排妹不忘手拿反合旗 大声喊出反合到底 谁敢把何飞料带回家 好像没有人 那这个就可以推论到说 何飞料他的确有他的危险性 鸡排妹立场坚定 不过身穿粉红大衣 脚踩高跟靴 还手提白色包包 实在不太像参加游行 红线追凝 艺文界人士也在台北顶好商圈出发 导演柯一正 叶天伦等人轮番上阵 就算雨势逐渐变大 他们披上雨衣 手持向日葵 宣扬反合理念 车漏笔只是实验一下 我们停机看看就出了大爆炸 所以很可能在这中间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情 我觉得走上街头或者用选票 都是我们能够真的实际去参与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和人家贴障 就连国片Cano都流出帆外篇 身穿No Nukes T-shirt 连电线杆上也贴着反合旧台湾贴纸 游行人群手持我是人 我反合标语 直接在片场表达反合立场 当天刚好我们就是在拍游行的那场戏 然后我们就有跟来的林演朋友 还有工作人员有说过说 我们中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电影导演发挥巧思拍摄反合小短片 反合艺文界全都动起来 要让政府听到人民决心